李珠什麼 贏喔 李珠什麼 請問明年來台發展 應該明年就會來報到吧 而且應該球隊都談好了啦 大韓球迷聚喝珍奶 也守不住女神了嗎 以3.5爆紅的 南韓啦啦隊人氣女神李珠瑩 擄獲大批台韓球迷的心 先前傳出台灣招手歡迎 不過南韓享流 甚至揚言聚吃台灣美食抗議 前體育主播蔡明里 就在直播意外爆料 李珠瑩即將來台發展啦 是人家透露的啦 這就不是我自己猜的 但是就是應該明年就會來報到吧 而且應該球隊都談好了啦 我是看這個 覺得這個跡象蠻明顯 沒有爆料啦 這沒有什麼爆料 這個這麽 沒有 因為大家想想看嘛 如果你是韓國的啦啦隊 我就問你要在韓國發展還是台灣發展 在台灣發展 基本上你等同有明星的地位 在韓國你就是啦啦隊 你即便是 什麼社群講我把你吹捧什麼 什麼AI女神什麼 你還是啦啦隊 在台灣萬眾矚目 皆代言什麼 良情折目而期 爆料曝光後 女神降落哪個球團 網友狂猜富邦和中信機會大 好 你看看 我們看看